在烹煮和调味上下功夫 少油少盐也能煮出美味的全植物性菜肴 因为开始在摸索的时候 是煮到不好吃 通过整个QC团队的学习 Dr.Eddy他们有分享 然后看国外的影片 然后这一些 然后自己本身对烹饪也很有兴趣 所以就自己去搜索 如素13年的慈继之工许彦平 2020年开始接触全植物性饮食 亲身见证健康饮食带来的改变 我之前我穿裙子 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师姐怎么那么爱美 总是穿丝袜 因为我的脚很丑 因为有这个的湿疹 参加21天的过程过后 就发现到它有改善 但是没有完全断除 直到是我持续三个多月过后 现在是完全断除了 现在脚美美 用行动影响身边人 通过分享自身经验和烹饪心得 让更多人了解 全食植物性饮食的益处 嗨 美食老 欢迎来了 欢迎 欢迎 请进 我们在一起吃这个鲜甜的鲜甜 这个鲜甜的鲜饮食 稀饭 苏枯苏 苏摊肉吗 你看我们这边是苏摊肉的 就是要菜 我们苏是属于菜类的 所以苏加这个就是苏摊肉 然后氏是苏枯 然后我们的是柿 饭这边是苏枯 从四月尾 所以我们开始 燕亭师姐教我们煮这个蔬食 这个后面半杯什么 我们就一直在吃住 然后在家里我也是尝试这样做 这样你会不会觉得很难 还好吧 不会说很难 只是要花一点时间和心思 这样你们可以接受吗 可以啊 很好吃啊 其实因为我的小孩 我的小孩也是可以接受 所以今天就打包哦 请大家就是回家享用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 希望能够带给更多身边 跟我有缘的人 能够让他也跟我一样 有这样的一个造福地球 我们爱惜生命 更重要的是也守护自己的健康 以及家人的健康 吃素只要吃对方法 便能让人体营养更加均衡 有利于健康的同时也更环保 大海新闻 黄桑燕 何志伟 林彦均 马来西亚报道